口罩都已经供不应求了 有业者竟然还想要趁机捞一笔 新北市新装就有药局被查获 把一般口罩当医疗用的口罩来卖 一片要卖7块钱囤积了20箱 但因为口罩现在被列入了防疫物资 如果有业者囤积或者是哄抬价格 就会被依法开罚最高500万 而这项法规不只是针对了业者 民众如果过度囤积口罩 甚至不当销售 一样最高会被处30万的罚还 口罩真的好难买 排了好久队伍 可能连三个都买不到 就怕有人蓄意囤积 或是有不肖业者想趁机发灾难财 新北市就查出新装区一间药局 一盒口罩50片 以350元的价格卖给民众 外盒虽然标示医疗用 但打开一看 里面根本就不是医疗用口罩 卫生局 调查局 消保官联合上门击查 发现他不止标识不使 甚至还囤积了超过20箱 有民众觉得说这样平均起来 一片是7块钱 他认为好像比目前的6块钱贵 而且另外一方面 他是不是能够50片50片这样卖呢 这都是问题 决定寄出重罚 业者如果囤积或哄抬价格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 可以处一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突兴 并且最高可以开罚500万 而如果是一般民众囤积口罩 甚至也拿出来不当销售 则会处三年以下有期突兴 以及30万元以下罚金 不是只有厂商囤积才有责任 如果消费者他囤积的数量 超过合理的 自用的这种情形 而且呢 情节严重的话 也有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 虽然法规目前只针对口罩 耳温枪和酒精不在范围之内 但业者如果趁机涨价 也会违反公平交易法 不论业者或是民众 千万别因为贪图小利而以身事法 记者梁家伟 张世奎 新北市采访报导 Wood市采访报导